繼續來看美國的國防部 再度來配陣 要把最新興的 相偽社會團賣給台灣 我們的國防部跟外交部表示感謝 加上美國近年來 通過賣照的優待法案 美國政府為頂到的都加挺台灣 理會認為 這是因為美國中國的目一戰 跟中國武力擴展的關係 所以美國開始調整對中國的戰力 美國國防部十五三部 將F16V可以掛的最新興 相偽社會團賣給國家 其中一個就是台灣 是有關零復健 後續的相關的這些採購的案子 也代表了美方對於現在 強化中華民國國防在這方面的需求 美方對我們安全的承諾 能夠持續提供台灣必要的防衛性武器 這個我們表示非常的感謝 讓我們的空軍跟美軍有一樣的戰力 華府最近通過一連傳對待軍事案 台灣慶祝台灣管理法立法四十十十年 最近幾年來也通過賣照優待法案 像美國國會每一年的國防受款法案 川普遷述台灣立行法 參眾議員也都提出台灣保證法 也有參議員怕什麼提出台北法案 看起來華府珍聽台灣 中國的擴張 他經濟的擴張 最重要他軍事力量的往外擴張 反而促成這個區域開放的 民主的自由的國家的夥伴跟聯盟成型 中美貿易戰或者是他的戰略上的想法 他希望把大中華民國這張牌 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我們也要謹慎 不要成為其他國家的棋子 調教立委有的六官有的緊身看台 台北關係成文 美國不只將台灣立即印台建立的一部分 也將感動美中台三方面 暗中的報共